很多这个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 而且还有这个主持了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项目 所以可以说洪华然博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 我们这个新一代的这个青年的 就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的这个藏学的学者 那今天我们这个待会儿在洪华然博士 做完这个演讲之后 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魏文博士 他是这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的这个副研究员 然后魏文博士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藏传佛教建筑历史的讲座 所以他的从事的方向也是这个汉藏佛教的 这个汉藏佛教的历史 同时也设计这个艺术品特别是在 藏传佛教建筑品上有特别的特别这个深的这个造诣 所以之后呢这个烈门博士也会对这个今天 侯华然博士有关的这个西藏物质文化的这么一个研究 做出回应 所以那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这个 我也特别的提一下 我们今天也在线下的会场 这个北京大学南亚系的这个陈文轩老师 今天也在线下加入了我们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这个春季雪期的第一场讲座 由侯华然博士带来的神圣的荧幕 西藏中世纪的圣物和舍利虫带以争夺 以两尊自身观影像为中心 好 现在我们有请黄河然博士 好的 感谢姚庄博士的非常一门之词的这个介绍 然后姚庄博士也从我们 清华大学高院所的神木学者博士后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介绍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卫文博士能够今天做我的这个演讲的评议 当然也很感谢各位线上和线下的朋友 今天能够非常历领我的这个讲座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 神圣的以西藏中世纪的舍利崇拜于真国 以两尊自身观影像为中心 它实际上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和陈文荣教授一起研究这个 关于崇拜的这一些汉藏佛教的文本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大家可能在那个 网上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研究的一个报告 然后可能最近这两天 神圣要在南京大学要做一个关于关于崇拜的报告 那个研究呢 是关于这个理论和这个文本上的一个研究 是基于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宗教意义上的研究 那我今天呢 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谈这个 西藏的关于崇拜问题 我想从这个历史和物质文化的角度去谈 就是说 这个关于崇拜作为一种宗教的形式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宗教的活动 它是怎么够影响现实 在历史当中 影响历史 在历史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今天 那首先呢 首先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背景介绍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演讲的两个主要的设计的地点 一个是布达拉宫 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日喀泽地区的热楼乡的这个热楼色 那首先呢 我们 左边那个图片大家应该都见过很多 因为这是布达拉宫 做到在拉萨市西北的这个 这个红山之上 是拉萨的标志性建筑 那这座规模宏纳的宫殿式建筑群呢 具有鲜明的藏式风格 伊山尔建 气势宏伟 根据西藏佛教史文献记载 布达拉宫最初是 普国王朝的 战谱松赞干部兴建 布达拉或者是普陀洛卡是 白文德布达拉的阴影 最早出现在华言经当中 在佛教中传说是 关于菩萨的长途道场 为印度的南部 那这一点呢 我们的谣生故事有很多人 他最近有一篇文章 就是谈布达拉的概念 马上就要出版 我在这里只是来做一个影子 然后呢 从这个十一世纪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呢 许多的福藏和寺院制 和地理制的文本 在西藏那些福教史的文本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把西藏表述成观音坝图 战谱呢 化身成这个观音菩萨 降临在红山之上 富佑和教化藏人的故事 那布达拉宫呢 有一个建筑 叫圣观音殿 或者叫帕巴拉康 也是一个帕巴拉康 是一个音译吧 它实际上是 那个布达拉宫 最早的建筑结构之一 它的一些古老的建筑结构呢 可以追溯到 身上七世纪左右 它被称为 那个布达拉宫的主供殿 它的主尊呢 是安放了一尊 白瞻谈目 天然形成的观音菩萨像 根据藏文记载呢 这尊观音像 是从公元七世纪流程至今 大概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它是布达拉宫的 叫登座 就是主供佛的意思 甚至可以说布达拉宫 就是围绕着 这尊佛像而建立的 而且这尊佛像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 被信徒膜拜礼战 描绘重处 在这个很多的兵荒马乱 在这个战争当中呢 被多个这个政治的统治者 地方的统治者争夺 然后甚至不止一次的 这个流出这个拉萨 跑到这个外地去 但是它的这个故事呢 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但是实际上 我们对它的这个故事 背景实际上 知之甚少 包括历史研究 都不是很多 尤其是我们国内的研究 这是其中的一尊佛像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 另外一尊呢 就是我们看到 右边的热鲁寺的这尊佛像 热鲁寺的这尊佛像 是竹巴嘎举派的 创始人张巴嘎瑞 他铺皮时的 在脊椎骨中生成的一个 叫喀萨帕尼 自身的关义像 那这个像也非常的传奇 它甚至在17世纪的时候 就引起了布丹和西藏的两次的 大规模的战争 它是一个 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 一个这个 关义造像 所以我今天呢 就把这两个关义造像 放在一起 跟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那我主要是想 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就是关义这两尊 自身关义像的故事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 这两个自身关义像 我先揭开谜底 一尊就是这个 左边就是这个 布达拉宫的 帕巴拉康里的 帕巴拉康的白沾台木形成的 自身关义像也是 另外一边 右边的这个 看似很模糊 但是很珍贵的一个图片 因为这个 现在传世的图片太少了 就是从张巴盖里的脊椎骨里 生成了这个 卡萨帕迪的自身关义像 今天我们讲的 就是这两个设立 或者是这两尊 神圣的造像 那我们实际上前日 有研究 我这个研究的基础 实际上也是 第一位就Aher Professor Aher 也是我的硕士导师 他的一个研究 其实关于这个 自身关义像 他是一组火像 叫自身关义四兄弟 叫阮爵千禧 他是一组四个火像 下面我一谈到 那Professor Aher 叫做Aher的教授 他引诱了其中 现在在 就是在历史上 在这个穆斯堂地区的 一尊火像 叫阿德亚巴提三报 这种一项 梳理了他的历史 主要是根据的是 这个扎嘎踏手的 这个 伯佛去给 翁秋的 写的一个传记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 比较要提一下的 就是 博士成导师 水泳论诚 我说博士导师 水泳论诚 他史上写过一篇 非常短的文章 就谈 这个 布达拉宫的 这个 圣 圣观义像 这个自身的观义像 这是两个 要提 必须要提一下的 前任的研究 那我们的这个故事呢 实际上 还有一个 开始研究的缘起 就是 如果我问大家说 我们都知道西藏 在这个藏传佛教的概念里边 就观音的话图 但是你如果去想象 西藏最有营养力的佛像的话 你可能第一个想象的是 大昭士的 布达拉宫 而不大昭士的这个 觉悟 这个释迦国精等真相 但是很少有人会知道 布达拉宫中有这个 板山山木的自身像 那么自身像的历史呢 实际上 从最早的一个故事传说 我们大家今天可以看到的 实际上是从这个 王统世系名剑 从这个拉宫登堡 我们14世纪的时候 就有一个 它的起源的传说故事 这个起源是关于 一组四尊的自身观音像 叫 阳俊 阳俊 迁系 或者阳俊迁系 这样的一组像 那么我呢 是利用了这个 陈庆英老师的一个翻译文本 我可以先把 慢慢的把这个故事 读给大家听 就这一个故事版本 大家可以 先了解一下 这个自身观音像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故事呢 实际上是讲的这个 化身的这个 松赞干部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松赞干部的法王 他自己呢 自己想我们在这里 要他要在雪地 做利益众生的事 要建造一尊本尊的像 他说呢 若是以金银的整宝殿造呢 只怕未来众生福果 不到结末之时就有毁 损毁之忧 如果是用土石建造呢 又恐怕这个质量太粗烈了 如果用木料建造呢 又恐怕日后破裂 所以我的本尊像 到底用什么来建造呢 所以他现在 要去建造这个 要本尊像 说完之后呢 就是他开始向那个 观音菩萨提醒 观音菩萨就给了他一些指示吧 说完之后观音菩萨就不见了 然后这时候法王的心中在想呢 引寝之尊本尊神像 并非凡人所能圣上 应当派钱一个化身前去 想到这时候呢 就从他的美间 就是出现了一个化身比丘 这个比丘呢 这个名字叫 阿卡拉玛蒂西拉 头上呢 这个比丘头上有无量光伏的显现 然后呢 法王就派了这个比丘 去引起这个本尊像 这个比丘呢 先是去了这个 尼泊尔印度的地方呢 去引起了一个叫 蛇心沾潭观音像 然后这个观音像 后边这个括号里面 是他注视 这是原来的藏文的注视 也是一个翻译 它是一个 石面的一个如意宝的这样一个像 然后得到这个像之后呢 占卜右下 南方的尼泊尔地 就还有一个秘密的化身火像 是利益众生的友情 稀有珍宝 他于是向这个本尊神像 齐请 说自身观音像呢 心间放射出光明 渗入尼泊尔的境内 所以顺着这个方向看去呢 他就看到这个 印度和尼泊尔的交界树 有片大森林 然后里边有一尊这个 光照四方的百山坛树 有四尊自身观音像 在这里边降临了 于是他就请那个化身比丘去引起 然后化身比丘呢 走到这个蒙鱼的地方 看见了 他分别走了不同的地方 就是蒙鱼的地方 看到这个邦鱼的地方 看到这个瘟疫流行 看到许多人受的死亡 他又走到了云部压格城 然后看到那里麻风壁流行 然后又走到了印度和尼泊尔的交界处 看到许多的扼杀鬼魔呢 使许多人受死亡之谱 于是他走到前面去 看到了这片森林当中 他发现在森林当中呢 有一个牧人在放牧许多水牛 其中有几个巨族夜园的母牛 经常跑到森林里去 于是他就去跟踪这个牛 然后就问这个牛主人说 就是这个牛的这个主人 就问这个牧人说 你挤了我的这个牛的奶了吗 那个牧人说 我没有挤这个奶 但是这个牛呢 常常白天跑到这个树林里去 于是呢 就引出了下边这个故事 于是呢 就是这个牧人 就说这个水牛呢 一起前往树林中去观看 然后就发现这个水牛呢 经常把他的这个乳酸呢 浇灌在这个白森台墓的 这个旁边 环绕着他这个行走 然后两人都十分惊异 然后呢 这个化身体就知道了这个故事 他就从这个 这个白森台墓里边 做出了四尊佛像 然后每做一尊的时候呢 这个佛像就会说话 第一最上面的说 请你慢慢的解决把我安住在蒙鱼城中 然后又开始下面的一尊佛像叫满院观音像 又说这个满院观音像是一个这个汉文的翻译 这陈老师的翻译 这个实际上在藏目叫帕巴巴巴提 我也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翻译满院观音像 然后就说把我的安葬的这个云布压阁城中 然后呢 下面又开始说把我安放在这个印度和尼泊尔的交界处 最后着出了一尊像叫采金观音像 实际上就是我们采金观音像 然后呢 这个像呢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像 它是安放在这个 可能安放在帕坦城中 最后呢 就是这尊像说 OK 你把我的这个慢慢的拆开 然后把我安放在这个藏王松战干墓的本尊像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佛像引领到了这个四个地方 然后呢 现在呢 最后呢 就把这个世间观音的观音像 安放在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山顶 后来这个也被称为这个宫行观音像 引领到了西藏县的法王 法王十分的欢喜 于是呢 这个比丘又重新融入法王的眉间 然后这个西藏在王总世纪明天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隐藏这个佛像的故事 这个 松战干墓的本尊像 就是我们今天刚才已经谈过的这个帕巴 就是自身观音像 白战堂墓的自身观音像 在布达拉宫的自身观音像 那这个故事呢 实际上 有很多的版本 然后在后来的这个 这个达昌中巴班决三报写的这个汉藏史记 或者印藏史记当中呢 他是1430年 他晚的一个著作当中呢 他只提到了三寸观音像 分别是这个阿拉雅巴提三报 和阿拉雅胡康和阿拉雅姜玛丽 他没有这个 我们刚才看到了 拉马丹马里面提到的 阿拉雅罗卡什巴 所以 化身比丘那 只是把这三寸像 安放在尼泊尔和印度尼泊尔交界处 然后已经蒙语 然后随后他就返回了 他并没有为这个 松战干物营来这个本尊像 实际上还有一个种 这个汉藏史记在之后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叙述 就是说 这个叙述呢 实际上是在说这个松战干物 他在马伯日上建立宫殿的这个一个叙事 他就说呢 国王那时候呢 我虽然没有迎来损像 但是对众生却大了利益 于是他就率他的一众臣子 就去了这个马伯日 然后在这里呢 说这个地方是为洪洋这个佛法 然后呢 又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宫殿 在其中安住 这是一个关于这个 最早松战干物在马伯日上建宫殿的这样的叙事 在后面是这样的叙事 虽然没有提到这个自成观影像 后面呢 在贤泽喜宴当中呢 他实际上是谈到了这个大碑五兄弟 叫吐吉尘坡 吐吉尘坡 所以是大碑五兄弟 这个大碑五兄弟呢 也是不同的 当然也是这个花生比丘去领寝的 而且这个也给 其中呢 有帕帕八地三报和这个 除了这个我们的说的这个自成观影像之外 还有这个帕帕八地三报 是一直在这个叙事当中都有的 而且他也是要去做这个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白战人物的自成观影像 当时也就是说我要去再做战斗的本尊 所以我们除这些趣事当中 可以看到从14到15世纪 实际上有三个四个五个之说 就是这个自成的观影像 这个自成观影像的兄弟 那么这种说法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在西藏 开始出现了一个变化 或者出现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建筑呢 我们后来也会慢慢谈到 那么现在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四个自成观影 观影的自成大碑观影的四兄弟 他的整个的安放的位置是什么 就是说我给大家在地图上再看一下 他整个实际上是在古代的尼泊尔西藏贸易部线上 从这个帕潭开始 经过加德满都的河谷和特里什利河谷 最后达到西藏的拉萨的地方 这一刻可以去看出 这是帕潭古城的一个照片 这是我们的今天要讲的 这四尊观影像的一些真实的一个相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他的整个的整个的地方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八地上报 这个我们的其中之一的阿里亚八地上报 也就是埃哈尔的讨论 他实际上是在基隆的强真寺 也就是在这个西藏的边镇地区 然后另外一尊呢 就是阿里亚洛卡什巴拉 就在布达拉宫 然后阿里亚布康 实际上在帕潭 还有一尊叫阿里亚加玛丽 他是在现在的加德满都的 加纳拜哈尔斯 这是这个右边的左边的强真寺呢 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有名的 在这个布达拉宫看到的一个魔女壁画的 罗撒女壁画的这个正 罗撒女的这个肢结的这样一个寺 它实际上是正边寺之一 在苏乃高木时期 而右边是这个白哈尔斯 如果我们整个看这个地图的话 下面就可以看到 是从这个 我们这个 帕潭这个地方 加拿满都的这个地方 帕潭 到加拿满都 然后到这个基隆 基隆这个地方 基隆这个地方 然后再到拉萨 是在这样的一个路线上 安放了这个四孙的 这个造像 实际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要艺术史迦呢 也对这四孙造像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 就是Ian Asla 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就在讨论这个 这个布达拉的 这个还有这个 包括布达拉在那里 四孙自身关系 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形象 然后因为这四孙关系上 长期以来 就是在这个 历史上也是被很多的朝圣者 不断的朝圣 但是呢 近代以来呢 他经常被这个包裹的 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形象 于是呢 这个 Ian Asla 他就去考察了 这个布达拉的形象之后 他得出一个结论 他认为呢 这些造像实际上是 叫 莲花手的这样的关系形象 叫Panam Pani的形象 而且他认为 这是反映早期的大乘佛跳 在北部印度地区 和尼瓦尔地区的时候 流行的 初期的一些关影的造像 尤其是 他认为这个 应该是在五到七世纪的时候 在这个尼瓦尔河谷地区 非常流行 这样的这个Panam Pani的 这样一个造像的 时刻也好 还是一些 像图像也好 非常流行 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在这个 布达拉宫的这个 帕克巴 洛克什巴拉 这个支撑观像 它是一个 莲花手 菩萨的这个形象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 然后呢 我们实际上 在看这个 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的 当中的时候呢 最后对这个故事进行梳理的话 你会发现到 五世达拉拉玛的时候 他就对我们 这个整个的 前面的故事 进行了一个 非常的有意思的 梳理 就是说 五世达拉拉玛 在他写作 他的这个 西藏王臣记的时候 他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他就提到说 这个华生比丘 也是我们刚才提到 华生比丘 去尼布尔 引起本尊 神像的经过 西藏王臣记 已经提到了 他并没有提 这个自身大威 观音四兄弟 他仅仅指出 比丘从这个 百战坛目就取出 这个布达拉玛 圣自在观音像 而且他在这个 但是呢 他在另外一篇文章 他在这个 大昭寺经见 这篇文章 却提到了 这个四兄弟 但是他的重点 是在 是在自身四兄弟 他重点是在 讨论 说我们这个 百战坛目的 这个阿雷亚 洛卡斯巴拉 就是说这个 圣自在观音像 他是怎么 世间自在 是怎么被引起到 水域的作为 战谱的硬供处 安放在马普洛 他的整个 叙事是围绕的 这个展开的 这大昭寺经见 我们可以看到 这篇文章 而且呢 他在这个 特别有意思的是呢 我们现在对于 整个的 布达拉宫的 在尊 圣自在 圣自在观音像的 所有的历史的 来源 包括他的流传的故事 实际上是来自于 武士达拉朗马的 自传 最早的一个源头 他在这个当中呢 对这个 对这个 造像的整个的 从12世纪到 16世纪 到17世纪的历史 做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书里 然后这个 这段呢 我是做了一个翻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在这里 给大家念一下吧 就是他说呢 在自身 观音四兄弟当中 法王松赞干部的 本尊 向圣世间自在 从法王实际开始 这是法王 就是说从松赞干部开始 历经 节日拉巴 我一会儿跟大家解释 每一个都讨论一下 这些人到底是谁了 就节日拉巴 塞巴万户 第西帕穆苏巴 集血王扎西 绕丹等同志者 一直安住在 布达拉山上 然而 在集血第八 于甲瓦时 佛像被引进到 扎卡庄园 于是出现了 错乱不及的征兆 导致集血下游地区的 中宝和庄园 失守殆尽 第八阿贝 将圣世间自在 献给图莫特部的首领 色青台籍 作为出兵的 补偿 当然有人也把它翻译成 色青 色青 带青 色青台籍 将圣世间自在 像 引寝到青海湖 然后在那里 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古莫特部的首领 风崩离世 圣自在 观音像 后来呢 就被引寝到了 康区的东克尔寺 当地发生了地震 而且摧毁了 许多的寺院和城镇 总之 圣世间自在像 成为 卫藏和康区 陷入动乱不安的原因 然后他又 接着又提到了一个故事 就在梁花生大师 那个授记中 有如下的语言 若卫藏地区的圣物 流失到边底 那么中央和边底 都会变得不安宁 不得安宁 在过去的岁月里 有不少有识之士 都发愿 希望 圣世间自在 能回归 卫藏地区 但是无人敢奢望 它能在短期内回归 又有谁能担任此 重任将其巡回呢 实际上呢 他下面就提到了 叫故事汉的夫人 这个是 叫达勒共集加末 乃持宝之女王 绝非等闲女流之辈 以擅脚方便 千方百计的 从东科尔首领手中 得到了圣自在 圣自在观音像 交由曼书施力 法王护送而归 圣像抵达 拉萨之时 恰逢白宫 举行安土仪式之日 这种巧合 并非可以安本 而是天然成就的 殊胜缘起 这就是他在这个 达赖喇嘛 在自己的自传当中 对他的这个历史 做的一个叙事 我下面就会逐一地 对这个历史当中 提到人物和弟弟 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但是我在进行这个解释 这个注释 用其他文献 对他进行注释之前呢 我还想跟大家说一点的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细事之后 会发现实际上到 从七到十一世纪 到或者到十二世纪左右 对于整个的 这个这一尊 我们说现在 布达拉木这边 圣世间自在相 记载 这上文是空白的 现在有两种假设 就是有一种解释 从艺术史的角度 他们说这个 有人讨论 就是刚才过 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他讨论他说 因为这个世间自在相 它是帕拉风格 帕拉风格可能 七世纪左右的时候 帕拉风格的一个造像 但是这个造像呢 可能是 十一到十二世纪的时候的 这样造的那个风格 就造的一个像 这是一种解释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 就相信历史的解释 他们认为 七到十一世纪 这个像就一直在这个 红杉之上 当然现在又 就要在这个 有一个帕拉拉康之上 大家现在有 这两种观点 是这样讨论的 那么我们先不对 这个没有历史记载的 这部做讨论 我们下面先 讨论一下说 它的这个 语次的这样的一个 迁移 因为我们这个 很多是归于 这个争夺和迁移的故事 所以我们要用 这个历史史料 对它做一个考证 在这一段叙事 做一个考证 实际上根据 这个武士达赖拉拉 说法 说这个进入后红期之后 甚至在观音像 它首先是在 事件自在的观音像 它首先是掌握 这个杰日拉巴手里 如果对这个 西藏的历史 有研究的话 大家都会知道 杰日拉巴是谁 它实际上是这个 全称叫杰日拉巴 他或者叫拉巴 是直贡 杰日的分支 在许多后红期 早期的教派一样 拉巴 杰日是以家族为组织 通过书职和父职的 相续的传承 代代相传 拉巴 杰日的创始人 就是我们 西藏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这个家族 叫 约尔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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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直贡派的 创始人 吉天 宋公的这个弟子 他出生在约尔家族 该家族 实际上是 巴格云 吉曲河的下游地区 是西藏历史上 最有印象力的家族之一 他的这个先祖 约尔先祖 约尔丹扎 他曾经和马尔巴 一起 通往印度求榜 而且从返回 藏历后 他主要是传播秘籍 部位金刚和大黑天的教法 这一个教法 也成为 约尔家族 主要的秘法 在历史上 被称为叫 约尔三秘区 叫尼尔吉尔寺 通过这个传播 印度的秘法 该家族在吉曲河的流域 不断的扩大 自己的宗教 社会和文化影响力 约尔家族 在繁业升息的过程当中 从吉曲河的下游地区 开始向其他的地区转移 形成了不同的分支 其中最具势力的一支 就是定居在这位障交界处 叫卡拉 叫卡拉的这个地区 今天的这个浪卡子的地方 因此呢 该家族也被称为 这些卡拉涅士 根据这个卡拉涅士家族史 叫卡拉约尔地董拉 这个记载呢 在这个涅扎巴拜的时候呢 该家族控制了 这个拉萨底系 就拉萨的事故 他实际上整个控制了 拉萨的地区 五世达赖喇嘛 在自传中所说的 杰日拉康指的是 杰日拉巴是 涅士家族的另一个分支 该支呢 是定居在这个杰日河谷 现在的拉萨取水乡 查巴朗村这一带 这个拉人庆 Gabbo 是就出生在这个 这位 我提到的这位上师 他就出生在这个杰日拉巴一支 他是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和马尔巴当时一起 去印度求法的时候 的这位 涅元丹渣的五世的玄孙 他们实际上这个涅元丹渣的 在这个西藏历史上 我们知道他的名声不是特别好 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青史的作者说 他在回来的求法这个路上 因为既顾这个马尔巴 曾经把这马尔巴这个金券 抛到水里去了 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历史上 有点背负这个骂名 但是实际上这个涅士家族 实际上影响力非常大 在拉萨的地区 然后呢 他的这个 他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拉人亲甲暴 拉人亲甲暴 他在1243年的时候 和这个丹巴尔巴 开建了两个寺院 一个寺院就是帕瑞人亲港 一个寺院就是 就是我们提到的 格瑞拉康 格瑞拉康呢 不是 这个帕巴人亲港 实际上在1244年左右 就完工了 而格瑞拉康呢 因为拉巴和这个 蔡共棠的这个矛盾 一直被耽误 一直到1246年才完工 这个格瑞 涅舍加州史里边就说 我们如果看这个 基督加州史里边就说呢 说这个杰日拉康的这个 主尊呢 是一个诗处地印的 释迦牟一项 叫三远吉土巴 直贡嘎举的上师呢 辨知一切 就是叫 格瑞旗卡巴 这个直贡嘎举的上师 为他开光 他这个文中呢 这个东藏夫里边 提到了一尊大悲观音像 说这尊观音像呢 是拉人亲格巴的 本尊像叫 Tudam Tudam 是他的这个像 说呢 这个 西藏历史上 特别著名的 这个福藏师 叫 古鲁雀 他曾经为这尊像呢 也做过圣度一世 出过这个杰 那也做过圣度一世 开光一世 然后呢 对于这尊像呢 实际上是 我们呢 刚才提到这个 德国的学者 这个艾哈尔的教授呢 他是认为 杰日拉康的这个 大悲观音像呢 很可能就是 指的是布达拉宫的 这个 圣志在观音像 所以这个两个像 是可以进行 内容的 所以不说这个像 可能最早的时候 根据这个 武士达拉的技术 这个和这个 东拉普 和这个 卡热 涅式家族史 相互对比来看 这个大悲观音像 很可能就是提到 这个 圣志在观音像 那随后呢 这个观音像呢 又开始呢 在涅式家族之后呢 圣观音像呢 圣志在这个观音像呢 又留到了 元代的十三万户 蔡巴万户的手里 蔡巴万户呢 当时统治的侠地呢 我们知道在 拉萨东北的 蔡公囊地区 这个当时 万户的 当时最有营养力的万户呢 实际上叫 叫 梅拉莫多戒 梅拉莫多戒 这个叫 切巴切比 梅拉莫多戒 梅拉莫多戒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对整个的 拉萨的城市建设 影响非常大 因为 蔡巴万户在当时 和元代的同志 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联系 包括他的儿子 就写红石的 那个 他们经常去 这个汉地去朝鲜 而且大会 大臣共鸣 所以这个 梅拉莫多戒 他是已经 对这个 拉萨进行城市改造的 著称 比如说他给 这个 叫 洪山 他对面的 叫 铁山 或者 药王山 药王山上的 一个洞窟 叫 这个 维卡 路康 这样一个 松山干部的 曾经 在里 进修的洞窟 加上了 这个汉式的 这个顶 叫 叫 汉式的顶 包括他给 这个 拉萨达大招式 也 也 也加上了 这个汉式的顶 而且 一般认为 这个我们今天说的 八靠八国街也是 他最早开始建设 所以 这 美拉莫多戒 整个对这个 拉萨的这个城市建设 它的这个影响力 非常的大 所以呢 当时呢 我们在 在一个 有关 那个 的记载里边 找到这个 拆帕帕万物的 一个记载里边 找到呢 当时说 因为冰灌的原因 这个盛世在 观音像的 曾经 短暂的 在这个 拉萨的 凉热地区的 这个 帕邦卡斯 我们今天也知道 这帕邦卡斯 基许连在 帕邦卡里边 停放多年 后来才被 移送到 这个大招式 大招式 也在那里 停留过 那 在这期间呢 实际上呢 还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记载 说这个 拆帕士图 然后呢 从大招式呢 把它 安放 又重新安放 在红山顶上 大概在1310年 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记载 就是说 在这个 我们提到的 这个 叫 这个 文献里边 有一个记载 说这个 拆帕万物 在1310年 左右 把红山 供养给 这个 三世干马 罗贝多街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 包括 红山 包括整个的 拉萨 统治 实际上是 处在这个 拆帕万物 的 米兰 和街的 统治之地下 所以当时 这个 我们说的 圣 世间 自在 关一项 也是在 这个 拆帕万物 的 统治当中 那 随后呢 实际上 到了 随后呢 我们又进入 这个 帕木 猪八 的 这个 统治的 时期 大概是 在1410年 左右 那 我们提到 这个帕木 猪八 是 统治时期 大概就是 在15 时期 左右了 根据 根据 这个 贤泽喜宴的 记载 贤泽喜宴 的 KP Garden 的 这个 记载 在1410年 左右 哈族 同志者 扎巴 兼赞 他曾经 将 红山 供养 给了 五世 干妈 八 这个 干妈 杆 剧的 教派 的 法 里面 也提到 这个 五世 干妈 八 曾经 在 红山 上 供养 自己的 本尊 神 据说 是一尊 白色 沾谈 木的 肚子 所以说 这个 五世 干妈 八 当时 是 在 红山 上 他们 在 干妈 八 享有 在 红山 上 的 权力 到了 1480年 左右 我们知道 当时 我们的 如果对 西藏 的 政策史 了解 的话 就会知道 帕姆 祖巴 逐渐被 他们的 仁宫 把 所提的 因为 仁宫 首先 曾经 是 帕姆 祖巴 的 家族 的 一支 他是 干妈 伽举派的 忠实的 拥处者 后来 逐渐的 占据 占据了 优势 一直都大 到 人文化 同志 拉萨 时期 由 三大 是 干单 是 折邦 是 和 萨拉 是 组织的 传招法会 实际上 这个时候 就由 这个 干妈 伽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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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 先后 长达 19年 之久 红山 和 圣 世间 自在 在观音项 当时 也在 干妈 巴的 控制 之下 七世 干妈 巴 我们看到 这个 也是 我们看到 的 干妈 改革 交发史诺 记载 七世 干妈 巴 确诈 假错 他曾经在 红山上 建立了 一个新的住所 在康萨 在1526年 左右的时候 还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 记载 说 这个 八世 干妈 巴 米克 德杰 他曾经 在圣次 在圣次 在 观音项 前面 就是在 帕巴拉 整个 红山 和 帕巴拉康 包括 这个 圣 世间 自在观音项 是处在 帕姆 竹巴 人 凤巴 以及 干妈 巴 的 同志 下 到16世纪 中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拉萨的 整个地区 实际上是被 鸡血 把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鸡血 和流域的 这个鸡血 把 统治者 所控制了 鸡血 把的 这个统治者 叫 萨吉 扎西 扎蛋 他和他的 侄子 抵抗人凤巴 和 干妈卡 16世纪 后期 活跃于 日喀 则一代的 这个 新下巴 我们知道 他这个 起兵 反对 这个人凤巴 新下巴 自称 帝师 又 实称 张马汉 所以呢 他这个 张马汉 统治者 张马汉 后来 也同志了 前后葬 结束了 这个 汉姆 朱巴 的 统治 但是呢 在这个 鸡血 把 统治时期呢 非常有意思 我们知道 鸡血 是 我们在 和这个 后葬 地区 有一个 对抗 活动 就是说 这个 干妈 和 哥鲁派 干妈 干统 和 哥鲁派 的 一个 一个 矛盾 然后同时呢 因为这个 哥鲁派 在 前葬 的 哥鲁派 就是 我们现在 这个 拉萨周边 的 哥鲁派 是受 这个 鸡血 把 支持的 但是呢 在 后葬 地区呢 这个 干妈 干统 派 主要是 张马汉 张马汉 来支持 就是我们在 新下巴领导 这个 张马汉 王朝 来支持 那这个时候呢 张马汉 发动了 多起的 对前葬的 战争 他非常支持 嘎举派 打压 这个 哥鲁派 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 这个 张马汉 在日卡 建立了 一个 干妈 嘎举派 的 诗愿 叫 战西 侵略 战西 就是 战西 的 侵略 就是 suppress 就是 我要压制 你这个 扎 可以说 从那个名字 就可以说 这个司马昭 就是 这个路人皆知了 他这个 反对 哥鲁派的 这个 倾向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呢 张马汉 和前上的 哥鲁派的支持者 继续把 发生了多次的 重复的战争 在这个交战的期间 继续把 担心这个 圣 世间自在 观音像 被这个 张马汉 截掘 他在 1605年的时候 就把他 从红山 牵出 从Marvary 牵出了 然后转移到 这个 鸡血巴的 这个庄园 这个扎嘎庄园上 他为什么 要做这个动作呢 首先 他可能 就有两个考虑 首先 第一 一方面是 如果这个 自身观音像 落入了 在张马汉 之后 他无一对 这个 格鲁派来说 无论是对 格鲁派来说 也对 鸡血巴来说 都是一个 非常沉重的打击 而且呢 在1607年 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刚才提到 这个鸡血巴的 同志 玉迦 他感染了 这个天花去世 在这个期间呢 这个 整个的 鸡血巴的势力 非常大大的衰落 所以到 从1612年 到1613年 张马汉 发动了 大规模的 对前葬的战争 对 对这个 前葬的战争 这个张巴第十一 这个 卡马登宋 光报和这个 卡马通宋 占领了 空报地区 又随后又拿 拿下了 内务地区 他们甚至摧毁了 整个鸡血巴的 这个扎卡庄园的 这个德金的城堡 所以整个鸡血巴的 统治都被这个 张马汉 控制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乌鲁偏逢 连羽 在 在这个格鲁派 遭到后葬的 格尔玛普卡举派和 和这个 张马汉的 那么大的冲击 和 和这个打击之下呢 在1616年的时候呢 四肆达了 马云 跟人家说 他一年早事 所以这个事情 也给格鲁派 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给整个 西藏地区和这个 军事和政治 都蒙上了一层冰影 也增加了许多 安静的历素 我们知道 这个逝世的 达赖喇嘛 他是蒙古 普莫特部的 燕达汗的曾孙 所以燕达汗 也燕达汗的曾孙 他在去世之后呢 张马汉曾经 一度禁止 达赖喇嘛转世 就张马汉 我们刚才是后葬的 格鲁派的 那个 格鲁派的支持 张马汉曾经禁止 这个达赖喇嘛转世 所以 格鲁派和张马汉的 这个矛盾空前尖锐 前仗后仗的冲突 也进一步的计划 在这个困境当中呢 这个格鲁派呢 他要去寻求这个 图默特蒙古 这个蒙古 图默特部的帮助 然后呢 图默特蒙古的 军事首领 叫这个色亲 呆基 色亲台籍 或者色亲呆青 这个 因为这个藏文专写 不是特别含糊 有的时候说台籍 有的时候说呆青 我们现在也没有 考证出这个人 但是 我在这个 伍斯拉兰的全集中 找到了一个人 给这个圣像 献那个 献那个哈达的 一个记载啊 后来这个 这个再说了 那个肯定是 这个赛青我认为 他为了保护 就是这个军事首领 蒙古军事首领 当时呢 赛青太奇 他为了保护格鲁派 免赞后仗军队的攻击 和嘎玛嘎迪派的排挤 他就带兵 进入了这个拉萨地区 而且这个 蒙古的军队 和后仗的军队呢 1618年爆发了 非常激烈的战争 蒙古军呢 先是取得了优势 但是后来呢 后仗的军队 重新击退了 蒙古军队呢 在1618年的时候 迫使他们又退守 到彭于这个地方 后仗的军队呢 就是我们说的 张巴汉之士的军队 对泽贡斯的圣人 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圣人的尸体 堆满了泽贡斯的后仗 当然这是一个 比较夸张的描述 然后呢 张巴汉 甚至强迫很多 前仗的沟路派的死面 改宗这个甘马大规派 所以在这个1618年 最低烈的这场战争当中呢 吉雪巴的最后的 这个扎卡状元 也被整个张巴汉所占领 因为我们刚才 已经说到了 就是吉雪巴的这个第八 第八就是 已经把这个 因为为了担心 在这个战争当中 后仗的 后仗的这个张巴汉 他们把 圣世间自在观音像 夺走 他已经把这个观音像 请到他们自己的 这个扎卡状元了 于是在这个时候呢 在1618年的时候呢 他们的专业也被占领 所以这个 积雪地霸阿贝和积雪法王 叫积雪法王 叫雀戒小柱 他们于是就这样 圣自在观音像 托付给了 普莫特部的首领 刚才我们这个 赛清台基 赛清台基 这个首领 因为我也没考虑出 他是谁 大家如果有 有建议的话 可以告诉我 然后 他这个自身观音像呢 于是就随着 这个普莫特部的 军队就去了这个 清海湖地区 就去了这个 托莫特部的 清海湖 他们的清海湖地区 像这个原因 首先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一个是 如果圣自在观音像 被这个 张马汉杰伦的话 这无疑对 鸡血巴和各路派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第二呢 还有一个 我们要需要考虑的 实际上这个像呢 对于这个 图莫特蒙古来说 它就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四世 达莱拉玛 它是图莫特蒙古的 这个后领 所以呢 整个的这个 自在观音像 实际上 是被上这个 时间自在观音像 是被认为是 达莱拉玛化身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一个有意思的点 我刚才也没有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 埃哈尔教授 研究的那个文献 他实际上是叫 自身观音四 自身兄弟的 那个文献 那个文献名叫 它实际上是称 它是一个 四兄弟 这个造像的 一个传记 他们是把这个像 在传统里 是看出有生命 就像那个本尊神一样 就像那个化身一样的 所以这个像 回到了这个图莫特顾 那吴士达莱拉玛 非常明确的说了 他是做 做一个什么呢 叫 就是说你出兵的一个代价 你出兵的一个 给你的出兵的一个 奖励或者是代价 或者一个 我给你的一个 付的一个报酬 这样的一个东西 于是呢 因为他如果把这个像带去的话 实际上是无疑于 对于加强 他的图莫特顾和这个 继续把 和格鲁派的这个感情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这个 自在国一像 在四十大大马 刚刚去之后 回去图莫特顾 无疑是非常对于当时的这个蒙古 蒙古 这个图莫特顾是非常有这个号召力 于是呢 于是在这个1620年的1618年过去的时候 在1620年和1621年的期间 在图莫特蒙古的协作下 继续把它重新的返回了西藏 然后于后仗军队开始 展开战斗 然后从这个张马汉的手里 说服了大量的这个势力 而且呢 在1620年左右的时候 在这个蒙古的图莫特顾的治下 格鲁派呢 开始了四十达莱喇嘛的灵独寻找 并且完成了认定和座床 所以当时那是五十达莱喇嘛 我们可以看到1620年 他还是个孩子 所以他的当时的整个的政治影响力 是非常大 非常有限 他的他还没有成长起来 非常有限 所以呢 尽管这个格鲁派对于积雪把将圣 世间自在观音像送到蒙古人手里 非常不满 因为刚才从那个文献当中 就可以看出 从这个五十达莱喇的资论当中 就可以看出 他说自从这个 受制在这个世间自在观音像 被请到这个积雪状元 后来到蒙古之后 我们这个整个的 用这个莲花生的一个预言来说 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地 和所有地方都陷入到这个动乱 战乱 包括地震啊 包括这个当地 包括我们在这个 康区的当地地震频发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件 摧毁了思愿 那个危害了 危害了很多众生 这样的一个叙事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达莱喇嘛 对于 这一尊圣 世间自在观音像 离开拉萨 离开红权 是非常的不满 但他当时却无计可施 这尊像呢 在图莫特部 一直保存到163年 一直在那待了16年 在 和索特蒙古 和图莫特蒙古的战争中呢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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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佛像不被 这个损害 他就被送到了 康区的东克尔寺 交给了东克尔佛佛 这个三世 对东克尔寺 我们上学 其实有一个报告 就是 温健通 罗学的报告 是关于 报告这个东克尔寺 所以在这个自传当中呢 智达莱喇嘛 刚才已经说了 他表达了 对于这个 圣自在 圣世间自在观音像 长期离开拉萨的 一个担忧 抱怨了 因为这个圣 世间自在观音像 离开了这个拉萨 导致了一系列天真人祸 甚至连东克尔寺的 这个城镇 周边的城镇 也都被地震摧毁了 魏藏地区 都陷入了战乱 整个的心脏变得 动荡不堪 而伍瑟拉人认为 这一切的罪魁过程 这一切的根源 都是因为 这个圣自在观音像 他不在这个 古达拉萌 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山上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于是呢 在1642年 在这个 我们知道1642年 发生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起床都是这个 西藏的这个政治史 在1642年左右 伍瑟拉萌 在荷作特 蒙古 伍瑟拉萌的这个支持下 击败了他的政治 后葬组者 张马汉和甘马嘎 统一了整个前后葬 建立了甘丹破战政权 拉萨也随后成为了 就是也因此成为了 西藏的整个政治的中心 在1643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 他的上师 在达拉朗的上师 叫林拜夏普中 鬼翘 却败的这个建议下呢 吴氏达拉朗 决定在红山上建立 修建有关音的道场 在吴氏达拉朗的要求下 由这个东克尔 第四日诗作 这个叫江阳 我们刚才说的 刚才这吴氏达拉朗 也将他称为这个 满足实力法王 江阳 江阳 就是满足实力的意思 江阳 故书下 重新回到了拉萨 实际上这部 驱动力 吴氏达拉朗 说的很清楚 他实际上就是 故事团的太太 他的王妃 叫达拉伊 富基加莫 这也是一个藏文的转写 叫达勒 贡吉加莫夫人 他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的忠诚的 格鲁派的追随者 他低级的支持 格鲁派的复兴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 张大汉在后藏 这个对标 扎氏文故事 建立的 这个扎西西诺 这个是扎西西诺 就是我要压制 这个扎西文故事 那这个故事团呢 在1644年 就派兵摧毁了这个市 然后呢 我们这个王妃 这个达勒 贡吉加莫 他就筹集资金 把摧毁的这些零件 这些建筑材料 全部都 运到拉萨去 然后用它来建 这个修建 这个拉萨的大小招式 甚至修复了 大小招式的佛像 所以呢 也是在他的积极卧眼下 我们这个东克尔的 这个是归黄的 这个向世界之类 自在光影像 所以呢 这个像呢 实际上是在 1645年左右 在拉萨 在布达拉股的 安土仪式上 在这个 圣世间自在光影像 在东克尔 设在国佛和合作的 蒙古军队的护送下 非常非常宏伟的 这种洋洋洒洒 从这个东部抗拒 非常壮观的 反过来西藏 而且吴瑟达拉萨 为他举办了 非常龙兽的 欢迎仪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布达拉股上 有一幅这个图像 就是描述 当时的那个 自身关义将 回归 巴巴瑞的 这样一个圣况 当时这个图像 表达了 然后呢 在这个像 在外面漂流了 大概有 我们漂过了 30年之久 终于回到了拉萨 在短暂的 在这个大昭寺 和折弓寺 停留之后呢 它就被安置在了 我们的布达拉股 圣观音殿中 帕巴拉康堂中 然后圣 自在观音像 重新回到拉萨的 这个意义 是非常重大的 这个 甚至呢 西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正是因为 这尊 这尊 殊圣的 佛像的回归 才促成了 布达拉公的 施工建设 当然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这是一种说法 以圣 这个 世间自在观音像 为中心 武士达拉拉喇嘛 重新的 这个 重建了 整个的 布达拉公 一方面呢 是为了彰显 它作为 关于菩萨化人 松赞科布 转世的身份 另一方面呢 它也逐渐的 确立了拉萨 作为整个 西藏政治 和宗教的中心 但是呢 这实际上呢 并不是我们 整个故事的终结 后面那个 故事的终结 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 在这个 武士达拉喇嘛 整个的 文集里面 我们找到了一个 叫年大的文集 的文献 这个文献就是 这个文献实际上 是很短暂的 就是为了在 向这个 圣像 这个帕巴拉喀 我们说的 这个圣世间自在 观音像 谢哈拿 或者县礼的时候 写的这么一个文本 它这个文本呢 实际上 前面就是描述了 这个圣世间自在 圣世间自在 观音像 它的一个 功德和它的 这个 美丽的 这个非常殊胜的 这个外形 你包括 他提到 这个手里 拿到脸花 实际上这个 他们跟我们刚才 这个艺术史家研究 是非常一致的 它最后的 里面非常有意思的 是 最后的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实际上就是在 祈求他来保护 整个的 这个 圣语 祈求他来 让这个圣语的 这个众生 包括这些 这些 拥有图足的 恋人 或者是 整个的 就是 祈祥 或者是 圣满 圣满圣 这样的一个起源 所以这个是 非常有意思 这里可以看出 他实际上是 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圣诗案 初线之在关系 想认为 他是 这个西藏 这个 这个培育的一个户主 是他的一个目的 非常明确 因为这个 大概是1647年左右 大概是 他被 这个摄影被安放在 布达巴工的 两年之后 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时间段 那实际上 我们现在呢 这个 这是我 今天对 这一尊 我们说的是 布达拉工的 上世间自在 关系像的 一个历史的 一个梳理和讨论 但实际上 这并不是 他故事的终结 那后面呢 实际上177年左右 我们知道 准格尔这个叛变 这个率决攻打 西藏杀死了 拉藏汉 攻入了布达拉工 他们就结了 这尊串 这上世间自在 关系 可见他非常重要 上世间自在 关系像 那康熙皇帝 就派了康熙奈率兵阵阳 然后呢 在西部的阿里地区 把这个像是解惑 然后就把他 护送回了拉萨 并且重新的 进行了隆重的安置 在这个圣关音殿中 后来呢 我们的历代 达拉拉玛 对于这个像 都是非常重视的 而且同志皇帝呢 预测了一个 蝙蝠挂在 整个的这个 帕巴拉康 我们这个 圣关音殿的 这个门口 就叫做 福建庙国 今天我们去拉萨 去参观的话 去布达拉玛 参观的话 都可以看到这个神殿 那我们前面呢 实际上是 就是对这个 整个的 圣 世间自在 关音项的 一个文献的考古 就梳理了 他的这个 藏文文献当中的 一些起源流传 迁移和卷入了 纷争的这些一些记载 实际上我是考虑的 刚才也说了 从一个物质文化角度 来讲述 布达拉公的 这个圣 自在关音项的 一个一千多年的历史 实际上他的 整个故事是 整个的这个经历 是相见在 整个的拉萨的 这个政治政治史当中 政教史当中的 与他是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要理解 他的这个流传史 就要对这整个的 拉萨的政治的 史的变迁 有个非常 就有个非常完整的一点 我们才能理解 这个故事 所以呢 这尊项呢 今天呢 依然作为这个 布达拉公的 这个主共佛 叫丹治 接受了广大信众的 这个礼拜 在保佑着 我们的血液众生 那么我们 除了这尊项之外 实际上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尊项 能够和这尊项 非常相媲美 这个实际上 我是先对这尊照相 感兴趣才去研究的 就才去研究的 这个圣世间自在关系像 因为我的那个博士论文 做的是这个 班巴嘎报的传记 曾经我就写过 一篇文章 我的导师 甚至叫做 叫这个 改王朱迁 这个活活转式系统的 发明 那里边就 整个竹巴嘎举派的历史 我给大家作为简要的介绍 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这两个项 我叨唤了 这个实际上张巴嘎人 就是竹巴嘎举派的 创始人张巴嘎人 这个是林瑞巴 是由他们俩 创造的 这个竹巴嘎举派 那么他们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 主角就是张巴嘎人 家人呢 他实际上是在 1161年左右 出生在 西藏的江支县的热龙乡的 雅士家族热龙乡 在这个江支附近的 一个热龙乡 他的父亲呢 叫 然后他的母亲叫 叫 当那张巴嘎人 是其中最小的 然后他呢 早先呢 是一个本教 他在跟着一个本教 上师一起长大 后来呢 改宗了这个佛教 对他印象最大的 老师呢 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 白衣服的这个 叫林瑞巴 那他们俩一起 建制 一起创建了一个寺院 就是我们今天在图上 就是我17年的时候去考察 拍的一个远方的一个寺院 从远看的这个寺 叫做 这个亚龙冰法 这个亚龙呢 冰法的意思呢 实际是 亚龙在藏卫 是要洋远的地方 那洋远的地方 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林瑞巴 曾经在这附近 那个洞窟里 修行 然后他就看到了 在这周围 就是修行的时候 看到一个羊 他经常用自己的 乳汁 去浇灌一个石头 那个石头呢 还呈现出这个 拉和红这样的 一个种族字的神像 于是他就觉得 这个地方非常殊胜 就在这建立了一个寺院 然后张巴加尔就在这个基础上 破建这个寺院 变成了热龙寺 所以这个寺 整个就被 被称为这个 亚龙 这个 这个 羊所欲言的这样寺 那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个 张巴加尔创建的 竹花嘎举派的这个寺院呢 它的这个名字是来自于 是来自于 另一个寺院 叫南柱的寺院 这个南柱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这也是一个传说的故事 因为我们在这个西藏的 历史叙事当中 那是伴随着传奇和传说的 我们有的时候 他们也是根据 比如南柱 根据这个名字 制造了一些传说的故事 也很有可能 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南柱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这个张巴加尔 他在这个西藏取水线 这个南柱取河上游的 这个南柱山 山 他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有一天忽然发现 这个有个地上趴着这个 龙 然后趴着几条龙 还有龙女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一走进呢 这个龙就腾空而起 而且叫声非常多 这个巨大 然后传遍了这个周边 这种声音 他认为这是吉祥的 曾导于是在这儿建了一个寺 叫南柱寺 南柱寺就是柱寺 南柱 就是天龙寺 也就从这儿的 猪八嘎 就从这个寺院的名字来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开始 因为这个故事还是怎么开始的呢 是张巴加尔这个创始 这个猪八嘎女派的创始 在五十一岁的时候 是不是 他在这个 他实际上是在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南柱 是进行了一个谱皮 进行了一个火化 在火葬的时候呢 据说是出现了种种圣机 空间呢 出现了各种的彩虹和 这个祥瑞 然后呢 他的二十一节脊椎骨上呢 就出现了 每一个节脊椎骨 就出现了一个观音像 而且这个观音像是有记载的 就是我们历史上 是有记载他在哪里 这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个南柱寺 经考察的照片 然后他们这里的一些东西 包括这个是热龙寺 刚才提到的一些遗迹 这是热龙寺的 这个地下波多梅塔 热龙河谷 非常漂亮的热龙河谷 这是库莱是这个 张巴加仁在热龙河谷 出生的一个地方 这个这个石头 就是他出生地 据说 这又是热龙寺 今天的一些遗迹 这是我们当时在 后面会踢到 普尔加拉康里面 进行这个考察 他的遗迹的一些场景 这是后来重修的 普尔加拉康 然后 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张巴加仁 他的这个二十一尊 脊椎骨上的像 根据我们根据这个 白马嘎报写的 热龙寺的圣集词 根据这个文献 我们就可以看出 就他二十一尊的 这个二十一个 脊椎骨上的像是怎么分配的 就是比如说 他有两个是放在 这个热龙寺的内衣和外衣 就是说两个佛塔 一个作为这个 张巴加仁的 适时之后 他的内衣 一个作为外衣 就是两尊佛塔里边吧 然后另外呢 还有这个凶座森盖 凶座森盖也是 热龙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四座 他的舍地塔 中也放了一个 包括竹寺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 释迦牟尼西亚 这个狼猫窃 包括他的塔中间 也放了 各放了一个 这个 自身观音的这个舍地 后来也在其他一些地方 也放了 这二十一尊怎么分配 还有特别有意思的是 他有两门 他实际上是供养 他的这个圣集词来说 他供养原圣地 托幻铁木 这两门还是非常特别 非常的有意思的时候 他的记载 就是说这个 原圣地托幻铁木 因为供养了这个 这两个舍地 给了他们大量的 这个 就是物质上的供养 给了他们非常多的 这个物质上的供养 包括给他们 颁了很多诏书 这些东西 这是有一些记载 所以呢 但是在这二十一尊 这个圣 自称观音像当中 这Bemagawa指出了 在这二十一尊 自称观音像当中 最殊胜的实际上就是 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这叫两郡 卡萨帕尼像 就这自称卡萨帕尼的 这个自称观音像 他说 这一尊像是 殊胜的与法王无异的 这个像 非常明确的指出 然后呢 于是他就给了这个像 又写了一个非常短 一个比较短 简短的一个历史 就说呢 这个像 我们大概是一个简短的翻译 就是一个总结式的翻译 就说他在大概在 十二到十三世纪左右 很早期的时候 在这个写 这个 三个温人 就是张拉盖的执子 因为热鲁士最早是 这种疏直传承 或者是这个 铺子传承 这样的方式进行传承 所以在十二 十三世纪早期的时候 在这个三个温人的这个时期 有一个叫 西邦尼玛森盖的这个僧人 他把这个圣像 带到了拉圭地区 拉圭是干嘛呢 是用他来建造一个 佛塔 我理解可能是为他进行装葬 后来这个佛塔师兄呢 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载 说在这个集市上 有两个非常贫穷的 而且摔倒的人 就得到了这个 就捡到了这个 我这个舍利 然后呢 之后呢 他们就非常的崇敬这个舍利 于是他们那个财富就迅速增长 在里边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 他们他们说 他们像多文天王一样富有 后来就这样的富有 多文天王 有时候是代表这个财神的角色 就这个故事还挺有意思 而且他们因此呢 过上富足幸福的成果 就是两个捡到了这个 拿到了这个舍利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老人 后来呢 他们不忘初心啊 他们非常有意思 他们说就开始想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舍利 供养给一个大德的话 那么大善知识的话 那么这次舍利 比较能够利益众生 他们就这么想 于是呢 他们当时就听到这 葵桑巴的大名 葵桑巴就是 也是桑巴盖的一个弟子 是建立了这个 这个朱巴盖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 叫德朱巴的这样的一个上师 就听到了他的大名 于是呢 他们就把它献给了这个葵桑巴 当时葵桑巴在见到这个 拿到这个舍利的时候呢 实际上有一段藏文的这个记载 这个圣地志当中啊 这个记载实际上 我已经简短的写在上面了 我们大概的说一下 就是在归桑巴 先把这个舍利放在自己的头上 然后放在这个头上 然后呢 就说呢 说了什么呢 追魂确切 追魂确切就是 就是众生的这个护主吧 确切众生的法主 就是指的是我们说的张巴盖人 就我和张巴盖尔真的 这样一面就是 就是真实的见到了张巴盖人 然后呢 他留下了非常多的眼泪 然后呢 他常常的做了一个祈愿 所以德普做了这样的祈愿 于是 于是就是这样的说法 然后他又把这个张巴盖尔 这个像请到了一个室内 然后就举行的供养 最后他持有这个像 持有这个舍利 大概有17年之久 这个像的在这个两个 刚才我们说的两个这个 两个这个集市上的老的 贫穷的人手里 大概都待了15年 后来在归桑巴 持有他17年之久 所以这个 这个意思非常有意思的 也有点 我们也看到这个记载里说 见了舍利就像见了这个 这个确切 我们见了我们的法主 我们的老师一样 实际上也是刚才 班巴盖老师 与法主无异的这样的舍利 所以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舍利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 归桑巴 他是归竹巴盖局派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像师 他在持有了这个舍利 大概有17年之后呢 他就把他送回了热龙寺 所以这个 这个舍利 大概在外漂泊了32年之久 而且他一回到热龙寺呢 我们看到这整个 这个圣经这场的时候 就受到了非常 严加的看管 因为当时呢 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Porkyaba Porkyaba这个诗作 他在统治这种诗的时期 当时他就有一个 这个圣经诗文就说 就是 就是说 一个人你想见一下 他也是非常难的 控制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紧密 就是控制他非常严格 而且他们当时建立了这些规矩 所以只有当了朝圣人 说超过100人之后 他们才能给 给来来拿出来给他们看 就是说 就是我们要超过了 这个100人 才能得见这个 圣自在管一项 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关于他的这个记载 然后呢 我们最所有的这个 刚才提到的这个实际上 是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 从这个 张拜盖尔这个项 到到他这个 到拉堆 然后再回到 龟仓马手里 然后再到热龙寺 大概经历了 从12到14世纪之久 然后之后呢 这个 这个舍利呢 实际上一直被安防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 普吉亚拉康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一个遗址 普吉亚拉康当中 普吉亚拉康是 刚才我们提到 普吉亚拉康 他在四座基地建立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热龙寺的一个 一个殿吧 然后这里经常有这个活佛居住 然后保存的热龙是最重要的一些圣物 都在这个店里 叫普吉亚拉康 这个普吉亚拉康里 一直存放的 发生 这个再一次就是我们这个 人为的活动 对它产生影响的 是一直到了这个十六十几 大概在这个 一五六七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我们今天 也提到过的 这个第四世的 甲放竹签活佛 也是这个 活佛转制系统 特别重要的 他在一六一五六七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在这个 恰瓦恰云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 荣子县的地方 修建了一座寺院 这个寺院呢 就叫做这个 最初叫做 叫做 抢签确令 就是是一个 供养这个 弥勒佛像的 这个一个 弥勒大佛像的 一个寺院 今天呢 我们这个寺院呢 也最近从 二十一三年之后 非常有名 我可以跟 随后跟大家讲 他为什么 二十一三年之后 非常有名 他当时记载呢 这个 这个为了建造 这个寺院呢 他实际上是迎请了 从这个尼巴尔 引请的工匠 有两个工匠 一个工匠 就叫 白茂 且叫 扎行帕拉 他的兄弟两个人 来 来建这个宫殿 这个宫殿呢 从他的描述中来看呢 他的原来实际上是按照 有点类似于 商业式的这种建造 说这个宫殿的寺院 有四个门 上桥四个方向 四个角上有四个塔 每个塔是八走高 这个四个塔呢 这个围成一个长方形 这个寺院就 坐落在这个 长方形的中间 那这个寺院呢 现在就是我们 刚才说的 为什么 特别重要的一个寺呢 他是这种 今天特别重要的 白嘎寺 因为白嘎寺 为什么特别有名呢 是因为他在2013年左右 这个 在这个白嘎寺 这个重修的时候呢 从墙壁里 发现了几千卷的 这个经文 这个经书 现在这个西藏 古籍 保护中心 还在做这个 古籍的保护 这里边出现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 古籍 包括也出现 出现了一个 我们刚才在 甲鱼 甲鱼万户 甲鱼万户的 这个师技师 也在这边 甲鱼师技师 那这个 我17年上 曾经想去看 但是没有机缘 我看到这个 据说这个文本应该 很快就能够 就是电子化 能让大家看到 所以这个白嘎寺 所以在这个 建设的时候呢 就根据 整个的这个记载 这个白嘎寺 我就请了 这两个 一会儿的中将 叫 叫 Bembo Bembo 他去围 这个 我们今天提到 这个 圣 这个 张巴加人的 脊椎骨 生了自身观想 造了一个佛刊 这个佛刊呢 他这个 这个自传里边 这个佛刊进行了 非常这个 美丽的这个描述 这个语言 非常的华丽的描述 说这个佛刊呢 当然那个语言 是非常的 这个实话的 我也没法给大家 可能翻译出来 这种优美的感觉 大家就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我在简单叙事下 他说这个佛刊呢 是以整个黄金为结构 黄金为结构 然后呢 是用七种宝石装饰的 而且呢 它里边呢 有非常 各种各样的七种 它都进行了一个描述 比如说有这个珍珠啊 有绿松石啊 不同的 不同的这样的宝石 就是有印度来的宝石啊 这种宝石 而且他 他这个整个的 这个供养人 做这个佛刊的供养人 是这个 恰玉的同志的 恰玉 恰瓦家族 就是当时 在 在整个藏南地的 恰瓦家族 而且这个 据说这个佛刊呢 整个的造价 是3000宵的黄金 3000宵 大家不知道 什么概念的宵 这个量子 可能大概是昂斯 这样一个当时 3000小的黄金 所以他的造价 是非常非常的 巨大的这个佛刊 然后呢 在这个 白嘎寺 完成了这个佛刊之后呢 这个 他们就把这个 整个的 因为白嘎寺在藏南 在恰瓦地区 在龙子县的地方 在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佛刊 送到了 江子地区 在紫金寺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们把张巴盖 的舍利 也迎停到了紫金寺 然后进行了 安装仪式 并且给他开光 所以呢 然后呢这个佛刊和舍利 就重新回到了热龙子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记载 就是说在16世纪的时候 这个白马嘎寺 他曾经为这个 为这个整个的舍利 做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佛刊 当然今天 因为我没有观察过 左边这个佛刊 这些现在是 是布丹的 这个城市 因为 因为后面不会谈到 这个舍利 后来实际上是被 夏宗安望南北 给他带到布丹去了 所以这个是布丹的 整个佛刊的盒子 到底是不是这个 因为我也没办法 去细致观察 也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这个佛刊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 就是白马嘎寺 在16世纪的时候 做了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舍利 做了这样一个 非常舒正的这个行为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 这个舍利和这个 这个我们的张拉加的舍利 重新回到历史当中 回到这个历史的舞台上 实际上要等到17世纪了 他再次登到历史舞台的时候 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炙手可恶的生物 是大概这个时期 就在白马拉沃死后 在16世纪末 在17世纪初的时候 对自身观影像的这个争夺 不仅导致了 中巴卡女派的分裂 而且导致了西藏 和布丹那两次战争 所以呢 我们下面呢 如果要为了搞清 他的来龙区难呢 我们要回到这个历史 和宗教当中 对他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我们知道就是说 整个我刚才已经 给大家谈过了 说这个早期的热门式的 寺院的这种传承的方式 所以在比亚家族 因为张巴加兰是比亚家族 比亚家族 这个家族内部 以父子相续父子相续兄弟 进行传承的这个四座 这个四座就一 四座的灯上 传承就意味着 寺院的所有的这个圣物 包括他的所有的 控制的这个 所有的属民 或者是他的土地也好 都是在这个寺院的 四座手底下控制的 所以在这个12到15世纪期间 整个的寺院 都是由 假家族严格控制在 家族内部传承的 而且当时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传承 叫做 就是说 在在16 12到16世纪的 这个四个世纪当中 出现了九位 以森盖 以狮子为名字的 这样的一个四座 就是左边这个幅图 就是 描述这些四座 中间这个就是 它这个是 15世纪的一个上市 就从它开始有了变化 因为从它开始呢 它开始接受了 我们的转世活活系统 因为我们知道 在西藏从 14世纪开始 就是最早说 黑帽派的 干嘛干局派 最早使用 转世活活系统 到1516世纪 许多调派都接受了 这个转世活活系统 所以当时 整个的 整个的 竹巴嘎女派 也去拥抱了 这种新的传承方式 那当时的一个 我认为当时的 他们的一个考虑 是为了 通过这种转世的系统 重新比如说 我说 我是张巴嘎的转世 我是纳罗巴的转世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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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世音 菩萨的转世 这样可以提高 他们的宗教影响力 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呢 因为 却出现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 甲氏家族里边 没有一个男 可以男 是可以去继承 这个位置 于是他们不得不在 这个 之外去寻找 这个 在 在甲氏家族之外 来寻找这种 转世活活 于是呢 就 他们就在他们的 特别重要的一个 支持 支持家族 卡罗家族当中 找到了他们的后避 这 江湘区比扎巴做他们的 第三任的 诸天活活 这个就 然后呢 这一任呢 到第四任的时候呢 又传给了 戴马卡罗 那这是这样的一个传承 然后这个传承呢 就导致了 竹巴卡举教派 在藏南地区的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前四个世纪 甲氏家族的这个 竹巴卡举派 基本就 就 在前藏的 朗柱地方 还有在后藏的 拉荣地方 就在两个地方 但是有活佛转世系统的时候呢 这个 整个教派传承 就给予了新的活力 于是他们在这个 短期之内 在大概在200年之内 就建立了 大概很多的寺院 但主要典型的 有这个扎西奔孟寺 今天我们去这个 农子县 会看到这些事 包括桑拉区令 非常重要的 竹巴卡举后来的事业 包括这个破章 养债 加瓦家族的 实际上他们的 他们的家族 万富的所在之地 后来也变成了一个寺院 包括 这些事业 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了 这样的事业 于是这一整个的分支 又发展成了 从贡河白教之后 又发展成了两支 一支就是热龙式的传承 就热龙式 还是一家家族 这个传承 他们也是担任的 整个的热龙式的事作 包括控制的热龙 和囊柱的事 另外一边 就是活活转世系 在主要是在藏男地方 发展 于是这样的 在这种形式下 我们就发现 尤其是到了这个 白妈嘎报 白妈嘎报 在世的时候 白妈嘎报呢 他因为 因为我的这个 我设计就是研究 白妈嘎报的自传 因为在白妈嘎报的 实际上是竹巴嘎 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学者 甚至认为 只有他可以和 这个无数大大尔 的学问 相体贫困 他的影响 和他的学问 他出生在这贡河地区 他是被认为是 四世 四世 竹巴 竹巴德和伯夫 因此他的这个学术声望 和他的这些 他非常强大的这种 这种 就是联系政教 这个 设立的这种奴隶 让他经常的出现在 一些政教场合上进行 比如说对地方的矛盾 进行调停 因此这样 他就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并且用于建造 他的寺院 和这个 弘扬那个佛法 现在有很多著名的 实验 我们刚才看到了 刚才说的这个 山岸曲零寺 包括这个嘉玉寺 包括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 戴嘎寺 就是以这个 大米勒佛像 为主寸的这个寺 都是这个 白妈嘎报建立 所以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这个 转世系统 出现了一个 非常大的争议 为什么会出现争议呢 因为这时候 贾氏家族中间 出生了一个 大概在 出生了一位 这个 男士 这个人就叫 然后 让这个贾氏家族 看到了希望 就是说 我们可以 熟悉 让这个 转世活佛 回到我们的 贾氏 这个家族手里 于是 他们就认定 为这个 白妈嘎报的 转世活佛 认为他是 第五世的 竹签 于是他就要 继承白妈嘎报 所有的 宗教上的 也好 这个 这个政治上 也好 这些 声望 因为 活佛转世 就是这样 一个 继承关系 就是这样的一个 在这个时候呢 在竹八嘎举内部 出现了一个争议 就是有一个叫 拉赞瓦 阿旺桑过的 这样的一个上升 拉赞瓦 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拍的 这个龙子县 这个一些 风景 藏男的风景龙子县 我们整个的 恰瓦地区 就在这里 恰瓦地区 就是 然后这是 我们刚才说 杨赞坡上 这是我和 魏文和他太太 一起去 杨赞坡上 考察手的样子 是杨赞坡上 这是魏文的背影 我们在走 这个杨赞坡上 因为他在山上 这是一个宫殿 卡瓦家族的宫殿 包括这个 卡瓦家族 下面有很多 这个军事的构造 这个凋楼 这样的构造 这是从那个 杨赞坡上 这是我当时 在上面发现的 一个 这个卡瓦的信 那个印 你看那个 卡 中间这个 卡 据说是这个 扎西达嘎的一个 印 因为这个家族 非常的 非常的强大 他们实际上是 在历史上 非常流有 清史流民的一个原因 他们真的是 清史流民 为什么 他们支柱了 匈奴拜的 清史的第一次的印刷 刁板印刷 于是匈奴拜 就把扎西达嘎 把他们家族的事件 写在了清史的后边 这是为什么 他们家族 整个清史流民 这个意思 这是这个 这个印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当时 我们和他们那些 这是扎西通蒙寺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在这个 龙子县的一个地方 扎西通蒙寺的一些 壁画 这个东西 包括他们后来 新建的那些雕像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在讨论 就是他的这个 整个去世之后 在这个 白马嘎嘎去世之后 他们整个的 这个 转世灵宫的争端 在主巴外的内部 出现了一个上司 叫拉塞瓦 就是我们看到 左边的位置 叫拉塞瓦阿旺 生破 他实际上是 他推崇了另外一个 转世灵宫 他就推崇了另外一个 这叫帕三汪暴的 这个转世灵宫 帕三汪暴大概是 1593年出生 在今天的三南的 穷杰县的一个贵族家庭 他是穷杰地霸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专记上说叫 私生子吧 这样一个一个关系 他的父亲呢 是这个阿旺 谁能扎把 是这个穷杰的地霸 而且呢 巴塞瓦阿旺 他有一个身份 他也是出生在 这个萨浩尔家族 我们的萨浩尔家族 是这个 西藏的旺族 他实际上是 武士达赖喇巴的 堂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拉塞瓦呢 实际上也跟 萨浩尔家族有关系 他呢 长期的红法的地点 就在穷杰的 这个清华大塞的 一个附近 所以呢 他呢 支持 我们支持这个 帕三汪暴是 很有原因的 就他会支持他 于是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形成了 一个对立 就是我们现在 有两个活泼转世系统 一个是穷杰家族 非常强大的 潜障的穷杰家族 支持的 帕三汪暴 一个就是 热龙式的 加斯加鲁 支持的 但是这个本身反映的是 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像我们刚才 跟大家介绍的是 转户活泼系统 和 假设的家族系统 在这200年当中的 发展当中 形成了一些 很大的一些 矛盾和冲突 后来就具象化 成为这种转世 活泼的这种问题了 就认真的问题了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200年当中 他们中间 你如果看他们 传记轮 一些 一些一起的这种 互动呀 包括一些 一些联系呀 这种没有形成 一个体制化的 这样的一个 传系统 就形成了 慢慢形成了 这种分裂 所以就导致了 这个活泼 灵通转世的争端 那么这个争端 又怎么跟我们 这个自身观音像 扯上关系呢 主要是因为 这个转世灵通的认定上 有一个非常 关键的一个环节 就是 这个热龙式的四座 每一任 这个转世灵通 转世认定的时候 他要到这个 自身观音像 就张马盖这个乡前 去做祷告 去做这个 去做这个祷告 然后 要占卜 要 要这个自身观音像 要么给一些 这个受祭神域 就说 这个活泼到底是不是 这个转世 是不是真的转世 或者是他们做一些 占卜 用那个 做这个占卜之后 显示 这个结果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真正的活泼 那么 在这个认定过程当中 假设家族就坚持说 我们这下巴巴 就是真正的活泼 这是我们的自身观音像 认可的 而你们这个发生 方报 是对我们 非常否定的 否定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局面 于是这个时候呢 这整个的 转世 灵通的争端 实际上在 十六世纪末 十七世纪术的时候 是西藏历史上 非常大的一个争端 很多家族都卷卷到其中 包括萨卜家族 我们看到 包括穷杰历巴 萨卜家族 包括恰瓦家族 也卷卷到 包括这个 后藏的这个 给亚家族 他们都进行了调停 调停的方式 也都是进行见面 当然专记里边 当然都是各说的话 有 帕上汪帽的专记 当然支持帕上汪帽 下中汪帽 然后专记 就支持下中汪帽 就传说 就是比如说 帕上汪帽就会说 OK 为什么我这个火火转 是没有被认定 是因为 这下汪帽 我们家的父亲和爷爷 这个专贝尼玛和这个 专贝尼玛 他去穷杰家族 去看那帕上汪帽的时候 他故意吓唬他 那么他一开始 就非常畏畏缩缩缩 然后不能认出来 那些 比如说那些 前世白马高高的东西 所以就错误认定了 包括第二次 那恰瓦家族 曾经试图调停他 就把这个 把这两个家族 把这个阿旺 拉赛瓦 刚才看到支持 这个巴赛瓦拉赛瓦 和热龙士的家族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热龙士的 夏普通阿旺 那麽的父亲 都请他一起来 去进行这个交谈 去商量这个 专贝尼玛的事情 但当时 就是因为 夏普通阿旺 那麽给阿和 他的父亲说 这个座位安排上 OK 你这个高高低低的 这个不拼的 然后就拒绝了 然后这个谈判 也就终止 所以一直都 都没有什么结果 最后呢 这个事情就闹到了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张马汉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从形象 把起兵开始 这个后葬 这个统治者张马汉 因为刚才我们 讲这个前 前上面的 这个整个的 自身观象的 布达拉宫的观象历史 也涉及到了一些历史 我们现在又回到这里 就是说在161级 161级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后葬的张马汉 的统治者 被他强大了 有个统治者 叫 他开始出面调皮 然后呢 张马汉 出于 可能是出于一种 比如说他当时 刚刚开始统一整个藏地 他包括把这个 前仗拿 前仗在1616年中 拿到手 所以他需要 跟穷杰的这个支持 所以他就偏向于 支持帕萨帮报 然后呢 当然这个民间故事里边 很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但有一种传说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帝师 这个 这个 彭措南杰支持的是 帕萨帮报 就是说 有一个 这样叫rumor 或者我们就是这种 cliche 就说呢 实际上呢 是因为 这个 安王南杰的母亲呢 他曾经嫁给了 这个彭措南杰的父亲 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呢 就改嫁了 改嫁给了安王南杰的父亲 然后呢 所以呢 因为这层关系呢 就是彭措南杰就非常敌视 这个 夏普通 安王南杰 就不支持 我们这位 伽雅的这个 伽雅社家族的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候选人 所以呢 当然还有一点说法 我们看到 从这个 夏普通 安王南杰的这个传记里 可以看出来一些说法 就是说 比如说 他说 这个夏普通 安王南杰 他非常的这个 火爆品 他对这个 彭措南杰 就不以为 这种事 因为他自己有 这个大黑天的 这种 护法 这种保护 具有很多的实力 他比如说 他去拜访 这个 通错难杰的时候 他去那个 桑珠寨 我们桑珠寨 就桑珠寨 这个中保的时候 从进这个城门的时候 他拒绝下马 我不向你 给通错难杰 尽力 这样的活动 所以是导致 这个通错难杰 这样 对他一直都非常恼苦 然后这个矛盾 后来 激发是为什么呢 是和我们 西藏历史上 另外一位 历史学家 非常有关系 这位历史学家 就是我写 写这个 KPG 写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 后葬的 这个张马汉的 这个统治家族 是非常支持 干嘛高级牌的 包括这个 Jula Tsengwa 也是干嘛高级牌 那据说呢 在1616年初的时候呢 这个 我们在这个 香肚安文那边 传记中就看到了 说呢 就是 有一次呢 就是说这个 香肚安文那边 和 Jula Tsengwa 在一个河边 相遇了 他们要 坐渡船 到另一边去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谁先上船的原因呢 这个 两个人的 这个随行人员 就发生了争执 导致了 有些人入水 包括这个 香肚安文那边的 这随行人员 拿包子捅 这个 菊拉 Tsengwa 随行人员 就造成了一些伤害 于是这时候呢 彭塑南杰 就是我们刚才 张宝汉的 勃然大悟 因为他是支持 这个 干嘛 他就下令 就是出面 就说 你安防南杰 做出赔偿 并且 以此为借口 你要交出 你那个寺院的 这个 自称观音火象 你要把它交出 因为他一直都 因为彭塑南杰 一直都想要 这个火象 然后这样 可以给这个 帕森汪道 一个 一个 这个权威的认定 这样的一个 一个认定 他的火山 然后呢 据说 当时 彭塑南杰 这个 161年 得到消息 说彭塑南杰 要派兵来 抓我了 在这个时候 在大黑天的指引下 他就逃到了布丹 最后呢 他就逃亡到了布丹 但是呢 他们这种 这种就是 谈判是继续的 通过书信的方式 谈判是继续的 就是说 这个 彭塑南杰和 在夏布团南杰 就进行了一些 沟通和谈判 我们在夏布团南杰的 这个自传里边 也会 不是只讲传记 传记里边 也会找到一些书信 就是说 这个 安王南杰 回复这个 工作难杰的书信 包括工作难杰呢 据说在刚 167 1616年 他刚 跑到那个布丹 给他写信 就说 哎呀 我们看我和你啊 是一个 这个 这个缺晕的关系 就是说 这个 蝴蝶失贡的关系 我多支持你的 这个 竹巴嘎举的 这个活动呀 然后你 你怎么怎么样 就是谴责他命呀 你看你 不应该用这个魔法来对抗我们 因为 因为这个历史上传说 在这个 呃 灵桶 转世灵桶争端的 夏布团南杰 施展了非常多的 大黑天方面的这个 秘法 导致了这个 呃 刚才我看到 支持这个 帕山光报的 这个 呃 那再往 突然去世 包括导致了 这个穷洁家族的 这个地霸 突然去世 于是 这个 风俗 那么要去谴责他 你这样做 就是违反 这个佛教的 你能算个佛教图吗 类似是这样的 然后结果 夏布团南杰 他就回信 非常强硬 就说 你不要再跟我说 你和我是什么 蝴蝶失贡的关系 你历史上 屡次都支持 这个干嘛 然后你 我们的寺院 在前仗 然后呢 你在这个 我和最大陈瓦的 这个矛盾当中 还支持他 我一点错误都没有 然后他还这个说 你如果那样说的话 我们整个的 也写冒着这个教法里 就是大家跟他讲话 整个都是讲的 这些诛灭法门 为什么不能 这个不能算佛法 这个都是为了 我众生的利益 去做的那些方面 类似 他就这样给他辩论了 然后 然后那个 实际上的那个 呃 彭索南雅 最后说 OK你要 他实际上 他在秀肌肉 他说如果你要是 不回来的话 我就会战争 那他最后就说 那你来战 不回来战 你一打仗就打吧 然后于是 就1619年左右 呃 发生了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 呃 战争 就是这个 碰碰当雅 对 这个整个的 布团 发生了一个战争 然后呢 呃 这个战争呢 实际上是以这个 西藏的这个残败 呃 为 呃 为 呃 就是 结束的 那实际上 我们知道 在1618年的时候 风筝南国家 去这场排了大量的军队 我们刚才看去前仗 去攻打前仗 所以他当时派到这个 布丹的军队 可能是很少量的 所以 但是传记当中 把这个战争票出的 非常的辉煌 但是他实际上 但是他实际上是失败了 失败了 就是没有 也没有拿到这个 呃 自身关系像 在1634年左右的时候呢 在他的儿子 这 卡玛 呃 但是呢 因为早期的时候 这个 佛像自身关系就是安住在这个寺院里 但是 呃 他当时跟随这个下仗他们家去了他的大狗 大狗是后来不然特别著名的一个寺院 就那个叫 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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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里 他在那儿其实是闭关修炼 他就说哎呀 这个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适合居住的事情 就在山上这个石洞里这个居住 然后呢 这个King就是指这个Sekonana 他选择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被另外一个王子的情况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其实就是 另外一个人是谁呢 他的敌人就是这个Dibadzama 他用的是内容转写Dibadzama 然后呢 这个导致这个问题的 这个争端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叫Domarajah 实际上就说了确切 就说了这个我们的Sekonana 他逆绝给他的Dead Father 他可能理解错了 就他父亲的这个遗骨 逆绝给他 所以 实际上这个这里说的 实际上就指的 就是Kassapani的这个支撑像 是张外盖的这个舍利的意思 这个化身的意思 而所以呢 就是 他就远离了热笼 这个热笼实际上就离开了他的故乡 然后就就跑到我们这里了 所以他就当时表述了这个整个的 战争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今天 时间有点久啊 我今天讲了两个非常长的故事 然后 围绕着这个舍利的故事 然后实际上我们今天的 对我们今天的刚才讲的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实际上 还有一个小小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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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最后呢 阿奥南木亚呢 他实际上他在这个热笼市 留下的这些菩萨 菩萨就是说代言 这种代表 但是他从来 他发射要回去了 但他 他再也没有回去 这就导致了整个的 这个竹巴嘎举派的这个 分裂 成了北部的竹巴嘎举 南部的竹巴嘎举 包括他日后 在整个的西藏地区 而在整个的布丹地区 依靠自己的 活活转世系统 从 活活转世系统 建立了 驻于 就是这个竹巴嘎举的 通知地域 后来就变成了 我们现在的布丹 就建立了一个王国 王国 所以他的这个 整个的围绕了 这个整个的 观世音菩萨的 观世音的这个 圣观世音 制造像的这个故事 实际上是 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今天呢 我们整个呢 是看到实际上是两个 围绕着 自身观音像 我们可以说 自身的观音像的 这样的一个立体的 合体物质文化的研究 首先呢 就是 而且还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个评论 实际上这两个 这两个系统 实际上是产出过交叉的 是为什么 是因为 特别有意思的是 我们知道这个 藏学大家 他有一本书 里面有一个写 这个 就是 白马嘎报的 一个介绍的一个文章 他其中就提到了 一个特别的意思 他认为 金史密斯认为 是 夏普通阿曼南马嘎 建立的这个活活转世 一种影响了 这个 吴士达大量 是 吴士达大量 来照着他这个模式 去建了 把这个整个的 藏地 变成了这个观音的话图 观音的中心 这样的一个图 这是金史密斯的一个观点 所以是 也这样提醒 所以我们今天 大概就是 讲了从这个 物质文化和 这个历史研究的角度 讲到两尊 这个自身观音像的 前世纪这么不合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的批评指教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黄二仁博士 刚才 非常引人入圣的 围绕这两尊 圣物 而为我们展开的 这个西藏历史的 这个 非常这个 丰富的 这么一个研究 那我们现在有请 这个魏文博士 您在那个 先生吗 我在 那我们现在 您那个 来进行一个点评吧 我觉得今天 侯尔仁博士的 这个讲座 内容非常的详实丰富 它实际上是以一种 物质文化的这种路径 来去这个 进行一个很深入的 全面的文献考古 把这个圣物的流传 放在一个非常长时段的 这个历史的脉络 线索里边 去加以考察 实际上呢 我在我来看 我觉得这两个案例 今天讨论的这两个案例 它有一个基础的逻辑 就是说 一个圣物 它其实分成了 两个层面 那两层面 第一就是说 这个圣物的一个源起 那这个圣物的源起 就是再加上 它的长时段的这种流传史 是建构其神圣性的 这个主要的一个两大因素 而它基础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你拥有了某一个圣物 你就拥有了 这个某一种政治性的 或者宗教性的一种权威 一种权利 甚至到眼神成为 刚才我们谈到第二个话题 就很明显 就是说 它成为了一种 所谓的政治宗教合法性的 一种象征 一种代表 我觉得这是一个 它在这个长时段里 一个圣物流传当中 它对 它跟这个政治 发生密切关系的 一个底层逻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而通过这个圣物的考察 它的流转的考察 我们能够整个的穿起 一个很长时段的 一个历史的 一个变迁 一个政治上面的 一个变迁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然后 我觉得就是说 第一个探讨 就是这个 波德拉宫的 这个圣观音像 那这个圣观音像 其实我也可能 想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在这个 前农时代 那前农时代就是说 这个圣观音像 实际上也是 当然乾隆皇帝 也是非常的这个清楚 这个圣观音像 它的这个神圣性 那么在这个 这个雍后宫 在这个乾隆九年 改宫为四的 这个历史契机的时候呢 他就这个向西藏 当时的这个统治者 波德拉宫去 就是去 让他来进献 这个西藏的佛教圣物 当时其实他就进 就是波德拉宫就进献了一个 今天我们探讨的 这个观音瑞相的 一个复制品 那这个复制品 现在还保存在 这个雍后宫 然后呢 这个是说 然后呢 在这个乾隆十七年 故宫修建了这个宇华阁 那在宇华阁 修建完宇华阁之后呢 又这个仿造了 按照这个雍后宫的 这个圣像 又仿造了一个圣像 然后把它安供在 这个宇华阁的 这个证监里边 那其实我觉得 这里面可能会探讨 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看待 这个瑞相 从我的这个感觉来看 在晚期 尤其在晚期的时候 这种瑞相呢 其实更多的是 一种神圣性的异象 那它已经 某种程度上 超越了这种物质性的 作为一种所依的 这种物质性的 这种神像 更多的呈现一种 具有神圣性的异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清代的宫廷里边 这种瑞相 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复制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刚才提到的就是 雍俄宫的 和这个宇华阁的 两个根据 这个伯德拉宫的 观音瑞相 制作的这个 圣观音像 那么其实我们 跟今天这个主题 其实很有这个 一曲同工之妙的 就是说我们 汉帝流传的 沾潭瑞相的这个 典故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沾潭瑞相的 这个复制 也是在这个北京地区 很多的寺庙里 都可以见到 当然它的 所复制的母本呢 就是保存在 这个 现在这个北海旁边的 红人寺的 这个沾潭瑞相 那这个沾潭瑞相 历来是被认为 就是从这个 北朝以来 就在汉地 不断流传 从梁州 长安 南京 一直到南方 然后又来到了 这个宋的首都汴梁 然后又到了 这个金的国都 燕京 然后又在这个大都 流传了这么一个圣像 通过这个 实际上是 以他为母本 进行复制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故宫里边 还保存了 以他为母本的 这个沾潭瑞相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某程度上 他已经超越了 这种物质性的 这种所依的 这种圣像 而他是 把这种圣像 作为一种圣像的 神圣的一种意象 来去呈现 所以他在不断地复制 那其实是 那其实就是说 这个可能 更深一步的讨论 就是说 那乾隆皇帝 在做这些事情 他的一个目的性 何在 我觉得就是说 他实际上是 因为这个话题 其实罗文华老师 前段时间 有一个讲座 也在同样 在探讨 这个圣像的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 他说的是很有道理 而且加上 就是有一些问题 也是跟我的研究 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觉得 有一点 这个 鸿感 那就是说 他实际上就是说 这种圣像的 这种流传 实际上是 乾隆皇帝很清楚 他在把圣像 作为一个打造 一个新的佛教圣地的 一种方式 一种方法 那我们刚才谈 我们刚才这个 侯豪然的讲座里面 讲到这观音瑞像 在布德拉宫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被供奉在 这个布德拉宫 实际上他也是一种 就是一种圣地的 一种打造的一种 这种目的性在里边 那实际上就是说 在这个乾隆皇帝的 宫廷里边 他不断地在去向西藏 去这个索要 各种各样的圣物 那当然就是西藏 在这方面的处理上 他也有自己的考量 他不可能把很多 极其对藏地血域 极其重要的瑞像 这个送给乾隆皇帝 那么他所以他就 一方面他就选择了 某一些 不是那么的重要的 一些这个圣像 呈现给皇帝 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做了一些复制品 那我刚才说到的 这个保存在这个 雍和宫和宇华格的 这个关于圣像 就是这个情况 它是一个复制品 所以但是呢 在乾隆皇帝的观念里边 实际上他已经完全超越了 这种对于这种 物化的瑞像的一种认知 他觉得瑞像的复制品 他与这个原来的瑞 与这个作为母本的这个瑞像 同样具有一定的神圣性 那他其实这个 乾隆皇帝这个观念 其实他是对于这个 瑞像观念的一种升华 而他在这种思想底下 其实他也做了很多 很多创 有很创意性的工作 比如说我以前也有一个研究 其实就是说 他乾隆皇帝在这个宫廷的 藏神佛教建筑的设计理念当中 他实际上是把很多藏地的圣迹 判定的圣迹 然后进行重新的整合设计 形成一个新的一个设计方案 然后在北京或者成德 或者武台山进行一个建设 他实际上就是把一种 广义的这种具有神圣性的 这种宗教的这种对象 把他的这个神圣性的这种意象 引入到了宫廷的这种 佛教文化的创造里边来 我觉得他可能是 我觉得他是对于这种 这种圣像的一种 一种这个观念性的提升 那当然就是说 从他本身的观念来看 他把这个瑞像从西藏拿到北京来 把这个圣像的意象 移植到北京来 当然他是有很强的政治目的 正如刚才何华然所讲到的 这个圣观音像 在不断流传过程当中 都是因为各种的 政治上的一些斗争 所以才产生了这种不断的流转 实际上乾隆皇帝 在把这些圣像和圣像的意象 神圣性的意象 引入到北京的过程当中 他的主要的目的 同样是政治性的 那比如说这个问题 就是还是回归到 刚才谈到的这个詹谈瑞像上 那比如说詹谈瑞像 他为什么对于詹谈瑞像 如此之重视 实际上也是跟詹谈瑞像 在西藏 在蒙古地区 在汉地 是可以作为一个 最大公约数的 这么一个圣物来存在 所以呢 他这个 而这个传统其实是从原来开始的 那我们都知道 安藏当时翻译了 这个詹谈瑞像记 对吧 然后但是呢 就实际上对于西藏来说 更直观的一些 对于这个圣像的认知 还有 还是在原来还有很多记载 比如说 纳唐斯帝诗人作主 这个泽物扎伯尊珠 他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十几年 他当时在大都 就亲眼看到了这个瑞像 而且对 在他的一个传记里边 对这个瑞像 进行了非常详尽的一个描述 那在他的认知里边 这个实际上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圣像 不仅仅是对于汉帝来讲 对于藏帝来讲 他也认为 他这是一个非常 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神像 对 而且他对于这个圣像 还进行了细节性的描述 比如说 他说到这个神像 当时的样子是 他周围有二十尊佛像围绕 有十六个菩萨天 来这个环绕 而且他的双脚是腾空的 所以当时大都的人 管他叫 住于虚空之中的尊相 对 然后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明清以来 这个藏传佛教 在蒙古地区的广泛流传 所以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詹太瑞像的 这种故事母题 实际上在蒙古的 西中大庄 广泛流传 所以呢 乾隆皇帝当时主要的 一个意义 就是把这个詹太瑞像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圣物 来去崇拜 来去这个 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 还是一直去基于 他的政治目的 因为他要安定中蒙古 新皇教义 安中蒙古 所以呢 他用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这个 去把这个 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这个 来这个 整合整合国家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 目的在里面的 因为就是说 我们也很多以前 研究非常 丰富的研究 已经表明 就是说 当时蒙古地区的 各部的人 来到北京 那就是对于 詹南佛进行 这个礼拜 实际上是一个 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 这个其实就是 乾隆皇帝 他背后的一个 政治性的目的 那我们 我觉得就是说 从今天的这个 候诚人报告来 我觉得 通过一个锐像 他实际上是一个 以物质文化的 一个视角为 切入 但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是 背后的 是它的政治史 是它的宗教史 甚至是 这种观念史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 从历史文献里边 从藏文献里边 可以大量的看到 就是说 当时人去怎么来 去看待这些锐像的 怎么去这个 理解这些锐像的 那通过这些 我们其实能够更多的 有一些思想史上的 一些认知 我觉得也是 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 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吧 对 因为 这个 浩然做的这个研究 实际上是 是基于他 长期以来 对于这个 藏文史料 尤其是这个 藏文的传记史料的 大量的 这个爬书翻译 得出的一些材料 整合到一起 形成的这个研究 所以我觉得这个 研究非常的 这个 有意义 非常的这个优秀 我可能就说这么多吧 然后 也希望 大家能提出一些 提出一些问题吧 给好好的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 魏文老师的精彩的点评 你有先回应的吗 非常感谢 魏文老师的这个 点评和评论 尤其是对于这个 物质文化 对于 国相和艺术上 你更有发现权 刚才你说的这个点 我 突然想起来 就是我曾经 前段时间去 叫这个 突然忘了那个叫什么 用火宫 我就发现他那个最大的 那个也是一个白沾坛的那个 迷勒像吗 是吧 主张 他前面 人家就摆的 刚才我跟你说 我们说的这个 就是 呃 就是 布达拉宫的那个副制品 布达拉宫的 刚才我们说的 上时间之在关系上的副制品 当时我在看的时候 因为他都是白沾坛吗 我我研究的时候 对这个白沾坛的圣像 瑞像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我就去看他 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 哎那前面那个布 布皮裹的 放在一个盒子里的 我就是那个 跟那个 是一模样 我觉得就是那个 布达拉宫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他的 而且他的用材质 也是用白沾坛木来做的 白沾坛木来做的 对 当时我就看到了 他可能是跟你说的 这个 当时我就也没有搞清楚 到底是他什么来源 因为对 用火宫 也不太了解 然后你说 那可能是从西藏 现过来的 就是乾隆时期 对 菠萝奶 菠萝奶 就是做了一个副制品 副制品之后 献给了这个皇帝 那我明白 然后还有一点 要补充的 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这个布达拉宫的 这个观音圣像 是在 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吧 然后那个 冯施罗德 就是瑞士 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艺术史家 然后他是去西藏 然后正好呢 赶上这个 当时做法事 要给这个 圣观音像图巾 所以他把那个 外边的佛衣 给脱掉了 然后他拍了张照片 然后能看到 里边的这个景象 就是他 由此呢 就是说 钱学生也是那个谁 罗老师做了过一个报告 他就认为 他跟当时的 他跟这个 他跟尼泊尔七世纪左右的 造像的风格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证明了 这个造像 就是一个 从七世纪以来 慢慢流传到 现在的一个造像 这跟詹丹瑞相 就不一样了 詹丹瑞相 真的是一个 圣像的一个 神圣异象 因为他在不断地毁 毁灭 不断地这个 被破坏 重新这个 创造出来的 他实际上我们 即便就是他没有在 詹丹瑞相 没有在清末被毁掉 实际上我们 也知道 就是在清末时候 供在红人寺岭 那个詹丹瑞相 肯定也是一个 非常晚的造像 所以他就是一个 圣像的 不断地一个 被破坏 然后重新建立起来 又被破坏 又被传建立起来 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就是这个 这个 布达拉宫的观音瑞相 很可能就是 一直以来 就从七世纪 就开始流传到 现在的那个瑞相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 殊胜 非常的珍贵的一个造像 好的 好的 谢谢 还有这个 刚才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个复制品 Replica 叫这个 它 是具有于这个 原来的这个 Original 就是原来的这个 是具有相同的这种 神圣性的 这个东西是 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就是 就是 就是说 我觉得它 我觉得它 它是在这个 很晚期了 清代的宫廷里边 我觉得是 是有这样的这种 乾隆皇帝 是有这样的这种 观念在里边 他觉得这种 这种圣像 其实已经超越了 所谓的物质性的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像 那我们在复制 复制这像的时候 这个圣像 其实也是具有了 原始这个像的 某种的这种 所谓的神圣性 所以它才会 不断地在一些 最重要的寺庙 去复制那些 最重要的神 最重要的神物 供奉在里边 那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 打造圣地 对 好的 好的 谢谢卫文博士 刚好 那个刚才 侯华人博士的 这个问题 我们有一位观众 也是在聊天框里 问到了 就是说这个 圣物的复制品 是否具有与原物 神圣效力 是否是等同的 刚才这个 卫文博士进行了 这个很好的 一个回答 在这个 乾隆的这个案例当中 那我们现在 回到这个 侯华人博士 他的这个 讲座当中 大家对于 这个侯华人博士的 讲座 还有没有 相关的问题 我们现场的 老师们 同学们 有吗 那我问一个 那个 好 我就是 侯老师 您刚才在这个 特别是在这个 第一尊 就是布达拉庚的 这个 圣像里面 讲到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 根据 是达拉拉拉的 这个 传记 讲了一段 它非常详细的 这个历史 但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在这个流传的 过程当中 这一尊 自身观音像 就是其他人 把他们 就是去 去 就尊崇他们的时候 是否与 吾士达拉拉拉 对他的尊崇 就是他们认定的 那一个价值 是一样的 因为 就是我们 之前就是说 这一尊项 好像是跟 土伯 就是跟那个 松赞当部 因为四兄弟里面 然后有一个 这个 赐别了 这个松赞当部 所以 就是我想问的是 就是在前面的这一些 对这尊项的尊崇里面 是否是延续了 这个脉络 对对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就是刚才我在 做这个前面的材料处理 就在他起源的时候 我曾经强调过 就是他最早 就是做 就是关于松赞干部的 本尊神 称谓 被醒醒过来 所以我认为 他的这个整个的故事 包括 包括这个 从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书里 实际上是跟这个十二世纪之后 关于崇拜的文献 大量的兴起 是有关 他实际上是关于崇拜的一个体现 关于信仰的体现 他是通过关于信仰的方式 把这个圣像 不断的这个圣化和神化 那其实背后的选择一个核心问题 还是圣赞干部是 血液的护 关于的化身 他指向的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家族群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所有的教派在争夺的时候 他们 包括这个政治势力 在控制这个时候 他们实际上是本着这样的一个 我认为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取向去做 只是说后来 说五十达拉与马达拉的时候 他对这个整个的故事 做了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梳理 包括他对他整个的安放 包括 这个库达拉宫的这种安放 包括他是为他做了一个圣经仪式 基于这样的一个强调 他实际上是延续他的核心 一个技术 就是他以前统设的那种合法性 他最统的合法性 还是从松赞干部来的 所以他最后整个的从这个 松赞干部的一顿离朗 从他的本尊变成了血液的护主 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那那个他的最早的那个十二世纪的 就是第一次记载这个四兄弟的文献 是一个什么样的 最早记载就在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是在那个最早的一个记载 是在这个西藏的这个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王统世纪名剑 那么他十四世纪就 十四世纪就不是特别早 对十四世纪就有的文献 对所以之前可能有口传的文献 但是呢实际上有一些学者 包括 他在做王统世纪名剑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 自生四兄弟的这个故事的原型 可能在蒙尼加报里就 但是他那时候不是自生死兄弟 是自生佛什么之类的 他认为那个可能是叙事原型 所以他是有这种一个概念 在里面 就是说他是从叙事角度去谈 这个叙事的特别是怎么出现 但他有没有可能是尼多尔的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当时 因为你展现那个地点灭势 就其他的三兄弟都在那里 都在里面 一块一个跑到特别远 跑到拉萨 就是这个故事有没有可能是 就是那个地区当地的一种传说 然后 对 也有可能 但是现在比较不好考证 对 是 材料太少 对 这个这个材料也是只有这一个 对 他他寄予的一个 刚才魏尔博士也说 他寄予的一个 寄予的一个历史真实 可能就是在五到七十世纪的时候 尼泊尔河谷和拉萨的这个河谷地区 就是我们看加德门河谷 一直到拉萨 他实际上第一是一个贸易流行 很多的贸易流文化传说包括赤尊公主 包括赤尊公主和这个西藏的文化联系 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一个真实 然后另外一点就七十世纪左右的时候 这种潘尔摩阿尼莲花手菩萨的形象 大量的在这个河谷出现 就是在大成佛谷的这个这个形象 所以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历史 对你很真实 所以那个有学者 包括我们刚才觉得 那个伊恩阿斯洛克 他认为这个四川基本都是这个形象 然后这是关于一个故事的问题 我第二个关于这个第二个咨询关于上的问题 就是你里面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那个 就是那个上传 关于那个西藏和那个祖拉成瓦上传征伙的 这个是在西藏他的专记里记载的吗 但是西藏和祖拉成瓦好像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他们的那个生族年约好像是 这个感觉是不能碰上的 因为我刚才那个 这个是这个是不自于这个下众的 对对对 就这个可能我有一点点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下下来 谢谢 好那那个我们最后 再接受一下这个线上观众的一些问题 然后现在聊天框里有一些问题 首先那个有一个叫 请问舍利与普通的佛像堂卡 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具有什么样的区别 舍利与什么 舍利与普通的这种佛造像和堂卡 有什么区别 舍利与普通的佛造像 堂卡有什么区 舍利舍利一般的说是这个高僧或者是大德 他们突出之后在一股都下来了吧 堂卡和堂卡一般是呃人工绘制的吧 不许多这个 嗯 这是确实包括主大成瓦可达不是 那可能是他的下一次过 二十个包括主 包括的下一次二十个 这个呃有一个这个西西藏大学的苏南他呃提出的问题是他说呃舍利的藏母是人性 对 人在这个藏能力的现中一般是尼气 那么人与普通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 人和普通不是尸体的一种 嗯对 人是尸体的一种 人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反问的杉尼达这一次一过来的啦 杉尼达就是什么意思 个人体的意思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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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问题,我没有考虑过几个问题,我认识区别。 然后这个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诀论的张浩然说的是, 今天我们也,就是这几个例子里面也看到了就是, 刚才梅伦博士有说到这种人造的生命, 它和天然的或者说我们展现的自身的这种生物, 之间的神圣性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今天谈的两个,基本上都是自身的, 包括第一个章坛墓,他也是被认为是, 从那个百章坛墓中自身的一个关系像, 第二个实际上也认为就是仁博士这样一个佛像, 他们本身的这种神圣性是来自于, 比如说这个仁博卡萨巴尼的自身是来自于这个, 他这个舍利的这个,就是他的侍者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合法性, 包括这个后来的,后来的这个我们这个, 就是后来的这些这些舍利也是, 他们本身的跟这个人造的舍利的, 人造的物的区别我认为是在于说, 人造物是你要做一个开光, 或者做一个这样的圣祝仪式之后, 那才可能具有一个神圣性吗? 就是神圣性才能,才能得到体现。 或者是问我是有什么问题? 我又可以可以对这个补充这样吗? 这个 这题没有? 好的好的 嗯,那我们 在场呢? 程师傅吗? 程师傅 这种是达赖老妈的那个, 刚才 浩然展示的那一页的那个, 面大哈里里面的内容。 嗯,就我看了一下, 刚才简短看了一下, 他好像后半部分就是, 用了一种类似于汉文里面的, 对对对, 实在是, 对, 你真的学到这个, 对,第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 前面后面是接着的, 是, 我想知道这样的一种问题的话, 在, 是达赖之前的话也是, 呃,有人使用过, 而且他是在, 提到是, 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会使用这样一个高度修词化的问题。 这个问题, 我能回到, 因为我, 我读这个文本的时候, 我第一次发现, 这个文本就是, 他是顶,顶真的, 这个, 最后幽默, 我是第一个字, 我的翻译词, 我突然发现,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文学, 这种养识, 跟我们那好多, 汉地的很多诗歌的, 也有这种语气, 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 我真的没有研究过, 非常谢谢, 你这个观察很明白, 而且这个生物研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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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目前这个, 线上线下的观众, 都目前没有别的问题了, 好的, 那行, 那这个, 我们的时间也, 今天也, 超出了一小会儿了, 那, 今天的这个讲座活动, 十分的圆满, 非常感谢, 洪华然博士的精彩的讲座, 也感谢, 魏文博士在线的点评, 此次这个, 我们首期的这个, 汉藏佛教语文学青年讲座, 到此结束, 也, 敬请, 呃, 先生的朋友们, 呃, 关注我们的学期, 呃, 还有这个, 7讲法, 呃, 呃, 继续的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讲座,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魏文博士, 谢谢啊, 再见, 拜拜, 好, 再见, 嗯, 拜拜, 拜拜,